欢迎大家收看《六度领袖》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比克强故剧外 出现蓝背新人审查民众花束字卡 维权网评论 解析李克强之死为何令习当局如临大敌 赖清德指副手人选有六人 萧美琴是优先之上 内坦亚胡称停火即投降 以均进一步深入袈裟 请大家收看 比克强故剧外 出现蓝背新人审查民众花束字卡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上海去世后 北京当局低调处理此事 但是民间自发悼念活动在全国各地持续进行 在李克强的故居前 大量民众自发排队献花 然而 一些神秘的蓝背新人开始在故居外审查花束上的字卡 移除被认为有不当用语的卡片 并维持现场秩序 这些神秘人员据称是相关执法部门的成员 目前不清楚哪些用语被视为不当文字 维权网评论 解析李克强之死为何令习当局如临大敌 自由亚洲电台 李克强总理的意外事事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悼念和讨论 但习近平当局对此非常紧张 这种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李克强的事事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类似于八九民运的政治事件 此外 李克强与习近平在对待民众和政策思维上存在巨大反差 民众对李克强的悼念也成为对习近平政策的抗议 然而习近平当局对李克强的真实死因和相关言论进行了控制 违反了民众的知情权和新闻言论自由权 拜登见王毅拜习会前美中决利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从拜登总统接见王毅外长的座次安排来看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有意通过这样的安排展示对中美关系的平等态度 这也是拜登政府希望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维持一种平衡的表现 此外拜登总统还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逝世表示哀悼 但中国官媒并未提及 这可能反映了中美之间在敏感问题上的分歧 另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 与中国国防部官员进行了短暂的交流 这显示了美中之间在军事领域的接触仍在积蓄 对于美中高层在拜习会前的角力 可以看出双方都在为自己的立场争取空间 美国希望通过这些接触来传递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并为峰会做好准备 而中国则希望通过与美国进行接触 展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关于美中领导人峰会 目前预定在11月在旧金山的APEC峰会上举行 可能会聚焦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 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和经济竞争日益加剧 这将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此外 双方还可能就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等其他全球性挑战进行交流 内坦亚胡称停火即投降 以军进一步深入加沙 联合早报 尽管国际社会呼吁在加沙地带停火的呼声越来越大 但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表明 以军不会停火 而是会战斗到赢得胜利为止 以色列地面部队星期二进一步深入加沙 在当地隧道内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交战 以军发言人康里克斯说 一名被哈马斯挟持的以色列女兵星期一获救 她提供了对未来行动有用的情报 以色列同日确认 一名拥有德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23岁女人至一死 分析员认为 相较于过去三周的狂轰滥炸 以军在加沙的地面攻势显得谨慎而缓慢 部分原因是要保留与哈马斯谈判的可能 加沙卫生部星期二说 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已造成至少852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 周一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要求人道停火 另外以色列红海城市埃拉特星期二响起空袭警报 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叛军周二晚些时候 宣称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这已是他第三次袭击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拒绝人道停火 以军攻入加沙地下攻势 网络媒体 根据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消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了国际社会的人道停火呼吁 以色列军队也进入加沙地下攻势 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经营了十多年的地下攻势 成为以色列军方的重要目标 以色列军队已经派遣坦克和步兵进入加沙 进行第二阶段的战斗任务 主要目标是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政治机构 消灭哈马斯武装分子 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实施了连续三个星期的空袭后 发起了地面攻势 攻击重点是加沙西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区 美国和阿拉伯国家曾呼吁以色列推迟地面攻击行动 以避免平民伤亡和冲突扩大 然而 以色列军方表示 对平民没有威胁或风险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 自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报复性空袭以来 已有83068的斯坦人被打死 其中包括3457名未成年人 内塔尼亚胡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表示 呼吁停火 就是呼吁以色列向哈马斯投降 向恐怖主义投降 向野蛮主义投降 他强调 以色列将按原定计划继续歼灭哈马斯 平民死亡人数的飙升 迫使国际社会呼吁暂停战斗 以便人道救援物资能够送到加沙平民手中 然而 以色列政府并未接受停火呼吁 政治 赖清德指 副手人选有6人 肖美琴是优先之上 RTI央广 根据赖清德在电视专访中的透露 他的副手口袋名单中有6人 包括驻美代表肖美琴和近半国政召集人郑立军 赖清德表示 他会优先考虑女性副总统 但在6人名单中还有其他女性 目前不能透露 他还表示 肖美琴可能是优先名单中的优先之上 赖清德希望邀请肖美琴和郑立军搭档参选 并表示希望无论是谁都能一起为台湾努力 普京何时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 克里姆林宫回应 网络媒体 俄罗斯将于2024年举行总统选举 根据宪法修正案 普京可继续任总统至2036年 普京曾表示 要等到议会确定选举日期后再决定是否参选 车臣总统提议取消选举 或只保留普京一人参选 但被客公否决 客公辟谣 普京使用替身 并称他身体健康 客公发言人称 明年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尚未开始 可能会有多个候选人参选 预计普京将参选并获胜 他可能会继续打出传统价值观的牌 并推迟宣布参选 以避免给反对派提供机会 德语媒体 对话总是好于对抗 德国之声 根据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失踪数周后被正式罢免 因此 今年中国军方副主席张又霞 在香山论坛上发表了主旨讲话 他强调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表示中国军队 绝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动 此外 报道指出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 也受到紧张和制裁的阴影 特别是在技术领域 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然而 报道称 最近中美两国高层接触的频繁表明 中方愿意重新开始与美国的军事对话 这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虽然政府之间的对话 不能消除所有的误解和争端 但对话的开展 可以减少误解和争端发生的可能性 报道认为 现在中国领导层意识到 持续对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因此愿意与美国重启对话 然而 即使对话恢复 也不会立即改善情况 因为这不仅涉及军事问题 还涉及面子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 面子问题非常敏感 中国原总理李克强遗体 11月2日火化 联合早报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的遗体 将于星期四在北京火化 他因突发心脏病 上星期五凌晨逝世 享年68岁 中国政府机关将下半期致哀 包括天安门 新华门 人民大会堂等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 也前往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签署调研册 并在脸书表示 对李克强逝世感到难过 中国官方称 李克强为优秀党员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 预计李克强遗体的送别仪式 将与前总理李鹏相似 规格较高 李克强突然失事的消息震惊了中国舆论 许多民众自发纪念他 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也刊登文章缅怀他 以色列前总理 我们为没犯的罪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网路媒体 以色列面临的最重要决定是如何继续打击袈杀 是否进行长期的地面入侵或继续大规模的空袭 退役将军埃胡德 巴拉克认为 只有通过派几万军人进行实地作战才能摧毁哈马斯 但这将是一项漫长且血腥的任务 然而 有人认为这将是一次道德和政策的巨大失败 因为以色列在支持哈马斯 轩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同时 也导致加沙人民的苦难 加沙人民面临医疗设施燃料耗尽 生活困苦和持续不断地轰炸 他们的绝望情绪可能会加剧对哈马斯的支持 然而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谴责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而美国总统拜登 虽然表达了对哈马斯袭击受害者的同情 但还没有采取更多行动提供援助 加沙的困境仍在加剧 依然面临燃料耗尽的危险 而以色列不允许燃料进入加沙 加沙的人们面临着生命的威胁 但国际社会对此的回应仍然不足 面对困境 以色列需要思考如何消灭哈马斯的同时 降低风险并尊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命 然而 加沙的苦难和哈马斯的暴行 可能会导致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到震惊和懊悔 在这个问题上 人们的观点可能不同 但我们应该寻求一个能够降低风险 减少苦难 并尊重生命价值的政策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